记者正齐方台北报导新政院主计总处下午公布11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年增率0 35%一箱烟涨27%,27%氧气涨19%,5%油料费涨13%,49%较多但食物类跌2%,68%主因蔬菜及水果因去年天后影响基数较高 分别下跌21%,69%及11%,94%但类野兽分普尼事件影响而去跌12%,05% 诸记总处调查11月CPI较去年同月涨零 35%主因香烟、燃戏、有料费及医疗费用价格调涨 加上水产品、卤类及肉类价格上扬 但蔬菜及水果受基数较高与蛋类受分普尼事件影响 价格下跌抵消部分涨幅 诸记总处综合统计处副处长梅家院表示若扣除输果及能源11月核心CPI上涨1% 未近10个月清高不过若剔除香烟因烟税调高也上涨核心CPI上涨0% 94%整体物价仍持续温和平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